布施最重要的是法布施 我们也有财布施 财布施是那时坐镇上远 那个布施主要的 因为给一切众生解除 没有财布施 我们世间人讲人情 人情没有做到 所以财布施 布施目的是手段 是方式 这个要知道 这个不能够缺少 那我们要不要去求财呢 你要有心去求财 用财布施跟大家借约 你错了 你的心深了妄念 国大德教导我们 多思 不如少事 少事不如无事 你活比多事 所以佛教我们 随缘而不攀缘 随缘是什么 我们需要用的财 他才来了 我们要去求他 他才送来了 这个要做 这个我们知道 众生的佛德献起 佛菩萨把钱送来 我们就应当要去做 没有人送钱来 我们去画园 去这里到那里去找 找钱 错了 那叫造业 那个对佛法的教诲 佛法教诲都是自信的信德 余信德完全相违背 我们到杭州 去参观 莲池大师的道场 但现在这个道场 已经变成观光娱乐的场所了 殿堂都变成招待所了 我们看了很难过 在古书里的记载 莲池大师 他那个大殿 叫神运殿 谁替他造的呢 鬼神替他造的 到你真正需要的时候 祝佛菩萨 鬼神 感应 替你通通都当好了 用不着自己超一点心 这个事情可以做 这个事情应该要做 众生有感 佛菩萨有印 我们身为佛弟子 随圣佛陀教诲 一定要去做 如果语言不成熟 决定不能去做 为什么呢 对自己肯定有伤害 对自己有害 怎么能利益众生 所以古人讲 凡事之本 必吸引之甚 这个是一定的道理 你看 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实信 一定自己先修行正果 成刀了 然后才教化众生 教化众生 还是随缘 这是佛门里面有一句话 佛不度无缘之人 缘不成熟 佛菩萨不会先前 缘成熟了 自然就来了 随缘而不叛缘 非常重要 我们要向佛菩萨 向祖师大德去学习 自己成就了 你才能够成就一切众生 自己做好了 一切众生自然顺利成长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